在我们这过冬靠一身正气的南方 寒冷的冬夜来一碗热汤还是不错的 今天炖了一锅鲫鱼萝卜汤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最重要的是温暖 鲫鱼一条收拾干净 去塞去淋去内脏 凉面鱼被斜切三刀 内外凉面抹盐腌十分钟 腌好的鱼拿到流水下冲洗掉盐分 用厨房止吸干水分 炒锅烧热 倒储油 用两小片浆进去可防止鱼粘锅 把鱼放进锅里煎 一面煎黄后翻面再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黄后倒入一瓶盖料酒浇在鱼身上 然后加水没过鱼身 大火炖煮 大葱切断 将切片 水烧开后放入葱 将干辣椒 继续大火炖煮 让锅里的水保持沸腾 这是炖出浓白鱼汤的窍门末 炖至汤变百变浓 将白萝卜切粗丝下进汤里 萝卜炖熟后将鱼连汤全部挪进汤锅 继续烧开下入切成丝的豆腐皮 撒入切脆的青蒜苗 青蒜苗非常提味的 不要省略 加盐调味 适合自己口味就好 关火 撒少许胡椒粉就可以上桌了 谢谢大家